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明镜电视的明镜专访 我又跟大家访问到陶杰先生 因为大选期间不断的有人问大选之后 听听陶先生怎么说 陶杰先生你好 你好 我不知道您在香港感受到我们美国这紧张的气氛没有 这一次的选举花了这么长时间 全世界都感受到不只是香港 台湾日本印度欧洲全都感到 英国欧洲因为这个这一次的大选对全人类 这个未来我想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是吧 对那您觉得这次大选期间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议就是造假 那么川普总统对这个几个州提出了法律诉讼 那么这个有一些支持川普的人来讲现在看到了一次希望 您觉得这个这个法律诉讼再者能够成功吗 最重要有事实跟证据 如果有事实跟证据 啊那有的诉讼但是没有事实没有证据就比较难啊 我这个一两个星期以来一向就是 强调这一点 比方说你说这个拜登两父子 这个有没有事实跟证据呢 朱利安你说手上是有 但是流出了一些少量的这个照片 但是我这个当时就问你 如果完全是造假 那你拜登两父子你为什么不告他诽谤呢 因为你如果不告他诽谤那么人民群众有很多是门目的 结果根据这个调查有65%的美国民意认为是真的 所以我当时就责疑你拜登两父子如果一天不告他受众 啊来一个禁制令的话那每天都丢选票 结果不是说全看好的拜登会大胜 啊一片蓝潮 这个没有发生 为什么要搞到今天要诉讼 这个川普啊为什么要拼死啊 要到要法庭界 就是因为有六个州至少六个州 这个票数相当捷径 本来的应该是拜登大胜 如果我们看主流媒体啊 什么纽约时报啦 什么CNN但是没有 啊我想呢 不止没有而且这个参议院跟众议院的都被这个保守党 互有 各有啊 各有掌握 那么如果这个拜登上台啊 他比较尴尬 因为 你看现在如果参议院的出来的话 如果这个 这个这个共和党占多数啊 那个拜登这四年了 他年纪又这么大 他能够当 有多多大的能力呢 这个也是 很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等一下我想专题 专门请教你讨论这个办论的问题 但是我想就是中共啊 一些媒体啊 也有一些这个海外的一些人士也讲 这次看到了美国的民主的笑话啊 这么荒谬啊 弄了几天都没出结果 而且还是打官司 然后互相又这么互相的泼脏水 那什么大公报和文汇报好像有那么一份文章 说美式民主的笑话 那您觉得美式民主是笑话吗 跟英国民主跟其他的国家的民主你觉得美国的民主是不是有问题 我觉得没问题啊 一面倒啊说这个杜威啊共和党的杜威必胜吗 结果那是杜 这个杜鲁门连任吗 因为过了 5月12点呢 美国各地很多的报纸都出来 头条头版就是杜威已经胜了 结果呢很尴尬 第二天的杜鲁门连呢 这算不算闹剧啊 1948年 拉了一个芝加哥论坛报 芝加哥论坛报说杜威已经胜了 结果呢 啊这个消息被发现是假的 也不是说假的就太早了 那么第二天这个 这个这个 果然是杜鲁门赢了 芝加哥论坛报1948年 你说算不算闹剧啊 那一年蒋介石蒋中正总统 也在实行这个选举啊 那个蒋介石对李宗仁啊 你又是不是说闹剧啊 你如果说民主是闹剧呢 你来搞搞看是不是啊 对不对 我问你们如果中国你不实行美国那条好啊 那1971年913呢 这个林彪啊 你这第二号人物等于这个副总统啊 坐飞机要叛逃苏联了 结果摔死在这个蒙古温都尔汉 这算不算闹剧啊 这个闹剧到今天这个真相啊 还查不清楚 我认为你这个闹剧比今天这个拜登跟川普啊 互咬不分高下 闹剧的指数啊 要高一百倍是不是啊 对不对 而且这个左背右帮被你邓小平自己啊 说这个天塌下来有胡 胡耀邦赵紫阳给我扛住 结果两个呢 都被你废掉 这又算不算闹剧是不是啊 哎呀 所以这种太监看房听房啊 这种香港人吃瓜了 有时候要得有点自知之明国人是不是啊 有什么闹剧不闹剧 这个闹剧即便是闹那么几天啊 这是常有的事儿 然后就会法院见法院啊 不管你这个是共和党多数还是少数 最终是以事实为这个啊标准 以这个证据为基础啊 一定会水落石出啊 今天他没有内战是不是啊 啊那个川普没有下令把这个这个拜登给逮起来 啊拜登也没有说啊下令这个民主党爱国 啊这个民兵呢现在去攻打白宫啊 把这个川普五花大榜的把他抓出来像这个 这个三国演义里头董卓尔给他把他给点天灯 中国的闹剧都已经三千年了 到今天我看还没闹完 很多人都认为没闹完 你居然说美国这两三天的事情是闹剧 这是什么逻辑我不太懂 讲得好 很好玩 那您觉得这个选举很多人认为美国的选举制度很 不如复杂 也不能直接反映民意 因为他是通过建议的选举的方式 先选这个这个州的选举人票 然后最终决定这个 谁当总统 这就造成民意啊 和这个实际的结果有差距 比如说这次拜登行程可能要赢很多张 执行票可能几百万张 700万或者是800万 啊或者是600万 然后那个议员到下议院 看哪个政党的议员呢 多那个政党的 领袖 也就是党魁自动就当选首相 英国跟美国都各有自己的 这个 选举的办法 但是基础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人一票 这个一人一票 不一定直接就 马上就决定谁是总统 谁是首相 但是经过当中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是什么呢 就防止民主啊 这个变成民税 啊 叫民税 一个呢叫democracy 一个叫populism 因为这个是 英国英语国家看见过 会吃亏的 比方讲这个法国大革命啊 我这常常用来举例 因为法国大革命1789年呢 是了解今天 现代西方是 社会的一个起步点啊 西方的现代就是从1789年开始算的 我们看到法国的后来 变成了一个民税的这个 这个民税的这个 这个这个倾向 结果就发生了变成了恐怖时代 人民 公审 啊 然后就在这个审判庭里头啊 看谁的声音大啊 这个 不杀不注意平民分 就把很多人就推出去杀了 有见即此啊 这个英国的这个制度不断的经过改良 尤其是这个华盛顿在1776年 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想出了一个非常 呃 聪明的办法啊 他偏偏就叫你 选票多的那个人 选票多的那个人不是这么简单直接的啊 那个人就一定当总统 一定要在50个州 一定要在50个州根据人口用选举人的比例分配好以后再加起来啊 啊 当时你叫合众国啊 美利坚合众国 他不选举的时候你以为这是美利坚 但是选举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个合众国 所以这个呢 在通过某种不合理的现象达到合理的结果 这是哲学的 这个哲学上这叫吊诡 是不是啊 这个吊诡啊 导致的结果其实是公正的 当然有的人硬说这是不公正 但是我们经过的这个200多年呢 再看我们开国国库华盛顿呢 不得不佩服他的智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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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